那我们在前一堂课呢 看了Regression 那我们知道怎么用Gradient Descent来找出 Regression Model的参数 那这个听起来呢还蛮容易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就举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说11在做Regression的时候 你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好那这边呢 我们假设 X Data有实比 Y Data也有实比 那X和Y之间的关系呢 是Y Data 等于B加W 乘上X Data 那B和W呢 都是参数 我们用Gradient Descent呢 把B和W找出来 那我当然知道说 其实今天这个问题有Close Form Solution 这个B和W呢 有更简单的方法把它找出来 但我们假装不到这件事 我们要练习呢 用Gradient Descent 把B和W找出来 好那怎么做呢 Gradient Descent其实非常的简单 所以这边我们不需要说太多 这个程式码呢 还没有超过20行 好那这个 呃我们先给B呢 一个初始值 这边B的初始值是-120 我们给W一个初始值 这边W的初始值是-4 那我们需要一个Learning Rate 那Learning Rate我们就给它一个很小的数字 那Iteration呢 那Iteration呢 就是10万个Iteration 那在每一个Iteration里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计算出B和W对Loss的篇为分 那这个计算的式子呢 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已经讲过了 那你就把之前课程里面呢 导过的式子呢 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 好算出这个B和W对Loss的篇为分以后呢 你就把这个B的篇为分乘上Learning Rate去UpdateB 把W的篇为分乘上Learning Rate去UpdateW 那反复呢 这个Iteration多次 就结 就做 就最后就可以找出呢 呃 B跟W了 好那我们就实际来执行一下程式 看看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好这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那这个图上面的颜色啊 代表了这个不同的参数下 我们会得到的Loss 纵轴呢 代表了W的变化 横轴呢 代表了B的变化 不同的W和不同的B 我们得到不同的颜色 也就是不同的Loss 那Loss最低的点呢 是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B呢 介于-180到-200之间 W大概介于2到4之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Loss最低 那我们的初始的这个B和W呢 在这个地方 那在做GradientDescend的时候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Update参数 所以参数就一路从这个地方 开始变化 一直变化 一直变化 走到这边 然后呢 向左转 但是过了10万次参数Update以后 我们发现说 呃 我们现在的参数 离 这个最佳解 仍然非常的遥远 怎么办 这显然是LendingRate不够大 把LendingRate调大一点 调大一点 好 这是LendingRate呢 调大10倍后的结果 那也发现说呢 最后 经过10万次参数Update以后呢 我们的参数在这个地方 离最佳解呢 稍微近了一点 不过呢 这边有一个剧烈的震荡的现象发生 好 那我们再把LendingRate稍微设大一点 我们设 再大10倍 你发现 啊 糟糕了 LendingRate 再大10倍以后就太大了 这个 从这个地方开始Update参数 结果呢 这个参数一Update 它就飞到这个图外面去了 就飞得很远很远很远了 所以 哇 现在LendingRate太大 那 如果再把它变小 又变成跟刚才一样 还是离 我们的最佳解很远啊 怎么办 哇 这个 这个问题明明就很简单 只有两个参数 结果跟GradianDesign搞半天呢 都搞不定 连两个参数都搞不定 之后 如果再做这个 Neuron Network 有数百万个参数的时候 要 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一四之不至 何以天下国家为的概念 那怎么办 只好 呃 放个大诀来解这个问题 就我本来不想用这一招的 就跟死神一样 反正不想用这一招啊 但是 不得不 这只有两个参数的问题 我们不解决 是不行啦 而且还是要解决它 怎么办呢 我们要给 B跟W 客制化的 LendingRate 他们两个LendingRate 要是不一样 那怎么做呢 这个 这个 实做起来蛮容易的啦 所以 现场写一下 我们要给B跟W呢 特质化的LendingRate 好 那原来B和W的这个片尾分都是直接乘上LendingRate 一个固定的LendingRate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除掉 不同的值 所以它们呢 会有 不同的LendingRate 好 你可能看着一头雾水 不过没有关系呢 这个罩叫做Adagrant 之后呢 我们会再 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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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说 有了新的LendingRate 以后呢 从初始的直到终点 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 在10万次Update参数之内走到我们的终点了 那么 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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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